现在就下载酒吧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号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叶子爵 这个小时我特别想要来聊一个题目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今天现场请到了一位嘉宾 我先来介绍一下 在我旁边的是天下杂志资深传述 卢佩华 佩华早安 我是天下杂志的佩华 今天呢因为我是先看到佩华又写了一篇 特别在讨论一档非常讨论都很高的一个基金 你的标题是这样写的 佩息率高达8% 资产规模胜过0050 那这档基金有哪些风险需要注意呢 这档基金讲的是安联收益成长这档基金 那我为什么会对这一篇你的这个报道特别有兴趣的原因 是因为就在同一时间就这么刚好就在同一时间 然后我就常常有时候我们会去划财经相关的一些讨论板嘛 结果这位我就在这边看到了一个网友提问 他提问就是很正常啊 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已经要准备退休了 那两个人准备大概将近千万的退休金 那他的父母亲就请他说 可以帮忙规划一下这样的一个退休金 那他的说法是希望可以让他的退休生活更滋润一点 那这位网友他就在网络上讨论他就在上那拿去哪里呢 他就说他有点名啊说是不是好好退休专案啦 还是他就特别写了 还是这一档安联收益成长基金呢 因为蛮多人在讨论说 他其实配息很稳定 配息率也还不错 然后适合拿来当养老金 他有帮忙吗 就那个规划一千万这样的钱 然后他在讨论 这个讨论板上就讨论非常非常非常热烈 所以同一时间我又看到你说 你看配息率高达8% 资产规模剩0050 可见台湾人真的非常喜欢他 台湾人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档基金 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会写这一档基金 因为其实阿联社会成长基金 已经在台湾哄一段时间了 应该有三四年的时间 然后他的规模超过前一档台湾 所谓的国民基金是联博高手一载基金 大家如果熟悉台湾投资市场 应该都不会太意外 就是高收益债基金会在台湾 成为很热门的一个追逐的标的 因为高收益债其实诉求就是高配息 对不过就是因为 大概前一段时间就是 就是去年以前 去年以前其实股债市场都非常好 所以那时候收益成长基金 这种他们就是诉求 股债平衡配置的时候 他的收益率就会比高收益债很好 因为他还有多了一个股在里头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那时候其实市场的钱就开始往这种股在平衡基金跑 那我会在这今年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有点晚的时间点来写这档基金 是因为我本身是跑保险的记者 然后我是从保险端那边 一直听到很多人在讨论这档基金 最有趣的是因为去年保险业卖保险卖的非常痛苦 什么都卖不动 然后我一个卖保险的好朋友 我就问他说你们去年到底怎么活啊 你们保护可以买什么商品 他说哪有很好卖啊 都在卖安宁基金 我说啊保险公司在卖基金是什么意思 他就跟我讲了这一档 然后我就一查 其实国内各大保险公司 如果他背后是就是卖投资金保单里面 其实蛮多背后都可以买到这一档基金 那后来我在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我又听到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们 他们都在谈说 因为今年保险业会有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说投资金保单未来不可以再买高收益债基金了 所以股债平衡型基金 特别是高配息的股债平衡型基金 未来会非常吃香 因为保护的需求就是每年会有稳定的现金流 然后市场上就是说 其实这一档安联高收益基金 几乎就是完胜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前提 对那时候就很好奇 就很好奇是到底是一档什么样 怎么这么厉害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 然后就开始回头去仔细研究这一档基金 那这档基金其实它就是一档境外基金 然后我也是这一次写这题目才发现 它竟然规模比台湾 0.50还大 对因为过去几年大家都说 其实很多投资人比较偏好被动投资 ETF对 然后去看了之后发现他的大他当然金额 我财富那里面有需要就是在台湾人 台湾人投资大概花有五千多亿台币 可是本身这档基金的规模是更大的 因为其他还有其他市场的投资人 但是台湾投资人贡献的比例还是非常惊人 他台湾人贡献这档基金就资产规模达到了四十四十多percent 这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个比例 那这档基金其实它虽然我们看到是一档基金 可是背后其实还是有分不同级别 我相信子俊也很清楚 因为可能台湾市场不管是可能有机构法人投资人 或是一般散户投资人 或是各种不同弊别啊 或是手续被收的方式 它其实有十六支的 有点像紫基金的概念 对对对 然后虽然他的美元还是 就是美元的那个基金还是占的大宗 但是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像是南非必比 其实台湾人真的是非常喜欢 所以然后就去看了一下就发现说 然后另外就是你再去看他的绩效 就是他的他其实 他一开始刚在台湾出现的时候 他的配息率可以到九percent 所以那时候还有神九 对神九 神九的说法 对然后不过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大概就到八点多 慢慢从可能八点九八点四八点五 那有一年其实是比较辛苦啦 那一年是二一年 那一年大概不到八 可是其余一直到去年二二年的配息率 都还是有到八percent以上 这其实都是相当相当好的一个配息率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不管是银行的理专在销售上 或是说保险业务员在销售上 都是因为有这个很好的报酬率 会让客户买单 所以其实我刚刚有听到你有一个数字 是真的还蛮惊人 你说虽然这是一档境外基金 那他其实已经是目前在台湾最全台最大的一档境外基金 那台湾人的贡献度有多少呢 刚刚你说台湾大概是买了五千六百多亿嘛 那这个数字是占多少呢 这比例其实是百分之四十六是来自于台湾投资人的钱 可是在文章当中我有看到你特别写了一句话 你说就是因为我们台湾买到了 如果是如果在股票上买到最大股东 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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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个台湾人 台湾已经变成这一档基金的一个大户的情况之下 你在文章里面有写到说你说这件事情也因此让安联德国的总部 更愿意顺应台湾的市场给较高的配息 然后你说安联名表示说其实总部本来就会定期检讨一些配息的状况 我好奇我不懂的地方是当台湾投资人买到变成这档基金的大户的时候 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总部的一些配息策略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就是设计规则出来 然后就是按照这样的走 会因为哪一个国家是大户而有改变 应该是说 他本来可能他在设计上 因为你看他还是有债的部位嘛 所以他在设计上他一定会有配息的考量 然后只是说要不要配到这么高 因为其实就我过去跑基金公司的经验是说 国外其实国外市场的投资人可能未必这么买单 配息高配息这件事情 那国外基金投资人也会觉得说 累积绩效更重要 比起每年配息总报酬 对对对是更重要的 对所以其实很多我曾经听国外经理人说 为什么在台湾卖基金就是明明绩效很好 大家也要买 绩效不好大家也要买 就是 其实很难就是很难理解台湾 台湾市场的投资人的一个逻辑 那为什么会提到说 46%就是台湾人变大户可能会让总部 其实会去愿意付出高配息 就说前提是因为国外的市场其实没有对高配息这么买单 可是因为台湾人已经占了这一个AUM就是资产规模 这么大这么大的比例 那安联不可能放弃台湾市场吗 对不对因为那个影响是很巨大的 那台湾那你为了在这个市场巩固这个地位 然后甚至持续销售的状况之下 你就必须想办法去让这个市场的投资人更买单 对 所以当台湾台湾市场 台湾投资人喜欢配息 稳定配息这件事情 然后但越高配息 投资人更开心吗 这件事情会成为有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曾经听有有 就是基金公社总经理跟我说 其实过去光是一档基金 如果他台湾人的占比增到10% 其实就已经 10%其实就算多了 就算大了 就算大了 所以你去看 现在这一档是到了46% 然后甚至个别的级别 像南非逼后收集 台湾投资人是占到99% 所以都可以想见 这个市场是具有撼动的力量 可是那我叫我看某种程度上 我可不可以也解读 就是说只要我们其实基本上 还一直在这么大户的水位的比例 那他在这个配息政策上就不太会有太大幅度的改变 我觉得应该是说台湾市场一定会努力去争取 就是说去符合台湾投资人想要的一个想要的商品的结构 我觉得应该说台湾市场说话可能会蛮大声的 好那如果听到这里的话 我也会好奇说像这样子的一档 这个以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安联收益成长这档基金来说 那我们刚讲他其实有一个状况是 他是虽然是股债平衡 那我们还是想要请法 让我们再更认识他一点 那他是专职有在美国 只有在美国 然后但是他是股债平衡 可是他的这个债 就还是基本上先带大家在还是在认识一下 那也就是说他的真的优点还有 还是有一些concern要提供给大家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就是其实现在市面上股债平衡 基金的选择非常多 就是说也有全球性单一市场 那单一市场也不进来是美国嘛 那安联收益成长基金这一档 其实就是以美国市场为主 所以你就可以想他是单一市场 而且是美国市场的一个股债平衡型基金 那如果再仔细去拆解他的那个投资组合的话 他可能会跟大家想像的也很不一样 他就是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在股 然后股以美国科技股为主 然后 美国科技股为主 是 其实他前十大投资部位 都很多是大公司 然后三分之一就是高收益在 然后三分之一叫做客专在 那其实 其实我这次也有去采访安联 那他们自己也都说 比如说在股债平衡型 他们确实属于比较是积极型的 就是在股债平衡型 他们又偏积极 为什么偏积极呢 其实跟他们债很有关系 就是说 其实很多股债平衡型里面的债 高收益债的比例不会那么高 就是说本来可能债就会占多数了 然后债 然后债里面可能又分公债 投资等级债 跟高收益债 对 对然后高收益债他的 他给的席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他的违约风险也比较高 当然 对所以通常大家会认为说 如果你真的是相对保守稳健的人 不会买那么多高收益债 是而且其实 呃非投资等级债 他的那个概念属性 某种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他就是 股票差不多 没错没错 他其实就是跟股票差不多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按照他现在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 三分之一是在美国科技相关的股票 三分之一是在美国非投资等级债 也就是说他其实三分之二的比例的资产配置 都其实是放在相对积极 积极 对 所以其实会反映在他去年的绩效 就是说 其实二二年对于说 呃 金农业的从业人员 还有操作 应该叫什么 投资人 都是很大很大的考验 所以去年所有基金的 几乎都是付报酬 那这一档当然也不例外 只是说你可以去看他的付报酬 可能 可能 也不低 对 因为那就是反映了他在股 还有高收益在那一块的地价损失 对 那他 他当然会认为说 当市况回来的时候 股可能回来 然后高收益在也可能回来 这当然是最好的情境嘛 对不过 我自己我自己 我自己其实那时候 其实在跟子娟讨论题目的时候 我自己看到你也有问题说 现在到底是 呃 国贷平衡型比较好呢 还是贷比较好 其实我自己也 也在想 其实我一直是长期投资人啊 对 就是我没有特别利用这段时间 去做波段操作 我比较不是这种个性的人 然后我也蛮保守的 嗯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总经环境 我觉得还是不太确定 而且就是 景气下滑的风险 景气比预期糟糕的风险 好像还不小 因为大家还是很关注 领准会的货币政策嘛 嗯哼 那 我觉得在景气下滑的情境之下 其实股 的风险还是偏高 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认为 对 然后 其实 市场上大家也都 也都会开始建议 大家其实去 去买债 会比较保险 那比较稳定的 其实就是 投资等级以上的 债 那买债还有个理由 是因为 去年 债 债市跌成那样 主要就是跟 那种升息 升成那样 是很有关系的嘛 那 那 今年的状况 大家会认为说 不见得会降息 但是 可能会止住 那过去 按照历史经验的话 债市好像在 那个 就是 呃 开始降息前 就会 他大概底部就到了 嗯哼 所以其实 应该是说 现在买债你的 下跌可控 嗯 对 所以 我自己 如果是我自己 在为我自己操盘的话 我会觉得 我会比较 去买债 投资等级债 我会比较舒服 对 所以其实听到这里哦 我们其实在 呃 在开始聊天之前 我也有跟他在聊 我们就说 欸我说 他这个有没有什么样 呃 优点跟缺点 但那时候 其实也没有什么 金融商品本身是一个中性的 他也没有什么一定是优点 或是什么样的缺点 我自己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对于 平衡型基金相关的一些想法 嗯 可能跟你比较不一样 我自认我是那种 就做那个 风险评估的时候 都会出来告诉我 我是积极型的那种人 所以如果是在存呃 退休金 或者是说我们 比较核心 长期投资部位里头 老实说 我并没有放债券 OK 老实说我平衡 当然我们当然就会说 欸你一定会是放什么呃 积极 就算你是积极的人 你可能是7% 7%股 3%债等等 但是我个人 其实是把那个债的比例 是用平衡型基金 来取代完整的债 我个人是这样子 就是我 我还是有一些平衡的部位 因为你还年轻 对 我还是有一些呃 债的部位 我是直接用平衡型基金 来去做取代 但是 其实我们也一直都有 跟大家来讲的一个概念是 虽然我们说平衡型基金 就是股债 股债都有 但是那个债的 是什么债 这件事情 真的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 即便是股债平衡 我们真的会觉得说 你可能要去 稍微去看一下 他的那个债 到底是上 以这档主角来说 他真的是还蛮大的 他不就放在非投资等级债 如果是这样的概念的话 请各位听众朋友 你要有一个前提 你要知道说 这个其实他是偏 积极型的 嗯 就是偏积极型 你要自己去找出一个 他的债的部位 其实放比较多的 可能是在公债 是在投资等级债 这样的部位 可能才会比较符合 你原本对他的认知 对 的那一种平衡型基金 对 好 所以这一个前提 也要提供给大家 那再来呢 我们讲说高佩席 我觉得会喜欢高佩席 无庸置疑 因为说真的啦 我们家的长辈 一辈子打拼 碾了一笔钱下来 然后把他 想要变成 转换成现金流 然后去拿一个佩席的 高佩席的金 这无可厚非 嗯 这是一定的 好 那可是高佩席 现在也都有被规定 说我旁边要夸胡 来自于本金 对 我的佩席可能来自于本金 等等的 要有些但书在上头 对 所以 要不要教一下 投资人 我们可以怎么样辨识 就是这一档高佩席的背后 到底有多少 因为 我知道还有一个标题在那里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拿了我多少 去配 被我拿回来 所以有办法辨识吗 其实有几个方法啦 我目前想到两个 一个就是 其实你上桌的这间网站 你就可以去查他的 禁止走势嘛 然后 通常禁止如果要低于十块的话 我们就会认为说 他很有可能会去吃本金 但他只是 他是一个指标 然后像 安年这一档 我们去看的话 他去年好像是七块多八块左右 他确实就是 但是他 他不竟然完全是吃本金 也 也因为去年绩效了 去年投资绩效真的不好 也会有这个影响 但如果你去看高收益在类型 对高收益在基金的话 很多禁止可能只剩下三块四块 那绝对是本金 你把你辞掉了 这种状况就是 是可以确认的 第一个方式就是 看禁止 没错 那第二个方式的话 会稍微 我觉得会稍微挑战一点 但是我觉得有兴趣 喜欢做功课的 投资人是可以试试看 就是 你就去基金网站 然后你去查你那档基金 他其实应该会 每个月都会有一份报告 然后你就可以去查说 他会告诉你说 你的平均的配息 来自本金的比例 所以在他们 我们就是说 他的投资月报 类似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找找看的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说 里面这一栏可以看到 因为那个还蛮大份的 那一份就是说 你打开他是所有基金 然后都会有一个 他有好几个栏位 然后其中一个栏位 就是说 近一年平均配息 来自本金的比例 然后每一档基金 其实都有这个数字 而且 应该是每年吧 对好像每年 都有这个数字 所以 建议 大家 就是用功一点的投资人 就是对用功的 我们去来看一下 但我们其实佩华 你在这篇报道当中 你有帮我们先 查出来相关的数字 对对 我们这边选 我们这边 挑了三档 都是美国的 都是都是专一美国的 平衡基金 那可以来帮我们 稍微说明一下 可以其实 所以我们先就这个 配息来自于本金的比例 这个部分 对对对对 就是配息来自本金 我 我就只看过去一年 就是说 对 安联社会成长基金 的话 按照那个公开 公开的资料 就是大概有85% 它会来自本金 然后 然后 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 其实 不只有安联 其实蛮多基金公司 都认为这个 算法好像有一点 呃 不精确 那样子 好我们先把数字念我来来告诉大家 对 然后富兰克林坦伯顿的 他也是美国收益成长基金 他家 也很多人在讨论 28% 28 嗯 ok 比蛮多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党是 俊丽亨德森的平衡基金 他是98% 又稍高了一点 可是这样子看起来 同样都是平衡型 然后美国单一市场 差的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多 多 对因为我们的 像这样讲 安联收益成长是80% 可是富兰克林坦伯顿的稳定月收益 基金 不到三成 28% 嗯 然后俊丽亨德森的这一档 是90% 我觉得有点超乎我原本的理解度 就是 对 对因为其实他们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一个算法 其实根据的是 台湾金管会的要求去算的 然后业界比较普遍会有一些意见的是说 因为按照台湾金管会的规定是说 你只要没有处分 你就是说你的债跟股 不是经过处分得到的利益 等于你还在账上 然后你去分配你就算成配本金 哦 那那的确啊 那这样有点 会很难 因为不可能 不可能今天叫基金经营人 每次到了配息的时候 就去处分股债啊 不太可能 不可能 对所以确实这个因素 会让可能会让这个数字会稍微膨胀 对但是 但是 但我觉得因为你看 富兰克林 他一样是台湾的基因公司嘛 就是他是境外公司 境外基因公司在台湾 他也受金管会的这个要求 大家的政策前提是一样的 游戏规则是一样 但有人其实是 有人还是可以比较少啊 所以我觉得 还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指标 哦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我今天上了一课 真的 我不知道说 有这样的一个前提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再继续和佩华来聊这个主题 哈囉 欢迎回到财经起床号的节目现场 我是芷娟 今天我们在现场上邀请的是 天下杂志资深传说陆佩华 那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很多 现在市场上讨论度非常高的这一档境外基金 我们刚刚有讲他的市场规模 我胜过0050 那我们进广告之前 我们又在聊说 可教投资人如何辨识 你的配息来源 是不是来自于本金 那刚刚佩华有讲到的是 在他的每个月基金会提供的月报当中 其实有一来 他就会直接告诉你说 诶 这个的是不是 配息的来自于本金的比例有多少 那刚刚我们特别去比了一下 像是安联收益成长是85% 但富兰克林坦伯顿的稳定月收 这一档是28% 那菊林亨德森98% 但是刚刚前一段广告之前很精彩 这件事情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佩华有特别提醒大家 就说在台湾的法规里头 刚刚有讲 之所以你会感觉85好高 很高 98好高 原因再再再一次 这个太重要了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说 我们会主管机关会认为说 当你这个基金里面的部位 投资部位没有去做处分的时候 那如果你要配这个息 他都视为从本金配出 可是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很多基金的人来说 是不太可能是件的事情 对 因为你好不容易可能在低价 买到了很好的投资标的 你为了配息就把它处分掉 你到时候 要再去找好的标的 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 会在从本金配息这件事情上 都有点过度高估 对 基金公司 这基金公司共同的看法 对 但是因为同样的政府法规之下 有些人还是可以做到相对低 有些人还是可以做到相对高 所以这当中大家就可以 稍微去思考一下 那我这边手边有一个数字 因为刚刚也讲了 今年的政经局势 一般我们是认为说 大概就是 maybe高利率不会快速的看到往下走 就是说 或许我们不会马上看到联总会降息 但是至少有一个前提是 我们不会再看到像去年这样 17马这样子的抖升利率 所以在没有那样子的 不确定性的前提之下 现在台湾人基金市场 在买哪些基金呢 如果我们以投信投雇工会的统计 三月份 我们就是三月份的主动型基金的 净申购金额的第一名是 跨国的股票型 就是大家开始觉得 我可以在股票上面积极的 所以跨国的股票其实是第一名 那金额是47亿台币 第二名是台股基金 台股基金就是第二名 那数字是35亿 那第三名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 这个跨国的投资的平衡型基金 就是百分之31 对不起 31亿元 这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所以你就会发现哦 现在股票型啊 平衡型基金 大家资金就往那里涌进去了 可是佩华特别想来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即便在买平衡型基金 刚刚我们有先给大家一个美感 是你要去注意一下你的平衡型基金 里头的那个债 是投资等人债呢 还是非投资等人债 这是我们刚刚在前一段节目当中 有提点大家的 那你觉得还有其他的也要跟 有一些观念也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买基金的时候 最后就是说除了注意佩协域之外 其实就是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因为其实基金商品实在太多了 光是股材平衡型就是很多很多党 我们这里比了三党 只是因为他都是以美国市场为主 那你其实你继续去看 其实这个资讯很好找 你找到基金网站 然后去查他的 找到基金的名字 然后去查基本资讯 他就会有个应该就是月报吧 然后月报里面 他都会告诉你前十大的投资部位 然后然后他甚至是每个市场的占比 然后他可能就是像这一党就是三分之一股 三分之一高收益 对然后三分之一可转载 每一党基金你其实都可以去这样找 那其实我要说的是说 就像刚刚我也有跟子娟在讨论说 我觉得基金商品就是 就是没有是非对错 他只有适不适合的问题 那投资人其实真的要有投资组合的概念 就是说不是说这一党啊绩效太好了 那你就all in 说哈 这其实是最最可能会最有麻烦 对对对最有麻烦的状况 那像这一党基金的话 他就是我们刚刚也讲 他其实是股 如果把高收益在他 其实某种程度上跟股比较接近的话 他股占的比较多 而且他又是以科技股 称赏型的股票为主 所以其实当你回头检释 你自己投资部位的时候 如果你本来股就多 这个股包含台股 因为台股跟美股的联动性很高 对 如果你股片多 你就可能要重新思索 你要不要再加码 甚至是减码 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像 只觉得说是金融股的存股族 台湾很多 对 很多人是金融股的存股族 对 那你要去分散你的portfolio的时候 其实这一档未必不适合 就是说 所以我其实 因为它是科 它的股票的三分之一当中 对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科技股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 刚刚讲金融股的存股族 或是传产类股的存股族 你手上因为你担心一些风险 或是你心脏承受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科技相关类股的话 那这一档平安金基金 它的股票的标的就是科技类股为主 正在资产配置的角度 就是适合你的 对我觉得就是你就可以思考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大家在看基金商品的时候 其实只要多花一点点时间去了解 它到底它的投资组合是什么 然后再回头跟你自己的投资者去做匹配去筛选 我觉得会都会让你的投资报酬率 投资绩效或是你的风险变成是可控的风险 对 这个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一般人不太会去想说 我的平安心基金里面的股买的是什么 然后回过头来看我手上的是什么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这一档的股它其实是美国科技为主 所以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满手科技股的人 应该蛮多的 就要上下这样子 好这个提醒给大家 还有一点时间我也想要跟佩华来聊的是 其实我们在这一档 在这一篇报导当中 你刚刚有说你比了三档 那这三档你之所以拿出来比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都是美国市场的股债的平衡型基金 那这拿来比这很正常 可是我就会好奇如果我们 我看你比的数据哦 你比的是近一年的绩效涨跌 这很正常这一定一年绩效涨跌要比 那还有三年的绩效涨跌 这也一定要比 这是一年三年 那还有平均的配息率这也要比 那来自于本金的比例来比 好你就会发现 如果大家去找这篇文章找出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如果我们单就绩效这件事情 那以过去年大家都跌 那我们当然是比谁跌的最少 对 好嘞 我们数据谁跌的最少这个状况啊 其实是富兰克林这档跌的最少 那如果我们已经三年绩效 谁最会长呢 其实安联就又比较会长 那如果以配息率来说 距离亨顿森那个只有4% 就我们就先把它撇除 好我们以富兰克林来说 他7.6% 安联这个8.9% 那刚刚我们讲的是 配息来自于本金的比例 安联85% 富兰克林来28%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我把富兰克林这档 跟安联这档拿起来做 客观数据的比较的话 其实他也还蛮有竞争力 那为什么一个会卖的 那么的好 然后一个好像还在酝酿当中 就 嗯 你有什么想法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台湾 台湾市场 还是会跟你的销售很有关系嘛 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他 安联最吸引 最吸引可能就是他的配息很好 省酒嘛 省酒 对不过其实 当然也跟安联很回卖很有关系啊 因为像 呃 精英公司的负责人 就是有跟我说 其实 安联过 安联应该生根台湾市场非常久 而且花很多心力 所以他们在业务部队 包括 不管是对银行的理专 或是对于保险 保险公司 嗯 他们都有很多人 然后花很多心力 耕耘 那这这无可厚非嘛 那你耕耘了之后 地面部队 对那你业务部队够强 然后也撒了够多的资源 那大家 嗯 绩效也不错哦 那当然大家就会愿意买 那当然一档基金 它成为一个 呃 火红的商品 大家都习惯 卖这个商品的时候 那可能 可能 嗯 在销售端 就未必会去思考 也有其他的选择 嗯 所以以至于我们看到 呃也许其他 他同类型的股债平衡性基金 他的绩效未必输很多 他的配协议未必输很多 可是他在资产规模上的差异 却会很大 这其实跟台湾基金市场的销售 呃习惯会有一点关系 嗯 所以回到呃投资人齁 就是说 其实你有时候 也会回到做功课这件事情 对对对 其实如果你多做功课的话 你就比较不容易被销售 有话数 呵呵 所影响 那其实就可以去回头解释说 你的选择就不会受限了 你就可以有更多 更多的选择 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嗯 而且我们会觉得说 现在 如果以买基金这件事情上来说 我也觉得现在真的跟 以前差好多 就是 可就是 你我每次都在讲说 我们这些基金销售平台啊 嗯 我们说大家不是很爱网购吗 嗯 你只要会网购的人 原则上你就会用 嗯 电商品 可以说电商平台 用电商平台的概念 来买基金 那过去的确 我们可能在买基金的相关的管道上面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银行 对 银行端是很大宗 对 其实我也一直跟他们聊天 我说 现在你们基金贩售的最大宗 其实还是银行 对啊 还是银行 对好 那银行 那另外刚刚我们讲说 一部分是在保险 但因为现在的这些基金销售的平台 也上来了嘛 基金通嘛 聚恒买金金嘛等等的 都已经上来了 所以 我会觉得大家可以 就像你说 多做一点功课 做完功课之后呢 你就自己到基金平台上面 去买卖 很方便 很简单 其实你刚刚一开始 片头说那个网友 他在好好退休平台 跟按联币 对对对 我超惊讶的 因为他竟然知道 好好退休平台 你知道吗 因为老实说我还蛮 蛮 我自己的投资就是 会透过那个基金通 对那当然他就是 零手续费嘛 而且费用其实就是会 就是绩效的一部分 尤其是你的时间拉长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 那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是定期 定额投资主的话像我是 那我就会觉得 因为你单子单笔金额不会很高 你就不会很有负担说 我一次可能要放好几万 在一档基金 然后你就觉得可能需要 专业意见 那你就定期定额 然后在总经济平台 然后稍微做一些功课 我觉得是可以尝试试水文 就是说你自己 可能也会比较舒服 那如果现在真的是 手上一大笔一千万 好了 可是那可能 比较难自己 我觉得可能那个难度 比较高 我觉得那是心理上的障碍 未必有 未必都是专业上的问题 对那你可能 可以再去找一些顾问 去聊一聊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爱的是酒吧 哈啰欢迎回到财经一起床号的节目现场 我是芷芷 好继续要来跟佩华来聊的是 其实你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你有讲说你为什么会写这一篇报导的前提 其实你不是跑基金公司 你主要是跑保险公司 那因为在保险公司当中大家在聊投资型保单 时候一直讲到了这档安利基金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一篇 对对对 但前提还是从保险的角度出发 那保险会连结到这样的这档基金 前提一定是投资型保单 没错 但其实老实说 投资型保单 我在看比如说我的长辈们的投资型保单 我在看他那个 我就觉得说怎么觉得他的前期的这个费用很高 所以真正的拿去投资 在基金上的金额其实相对是少的 但我也不太会去动他的东西了 因为如果他的时间已经这么长期下去的话 所以站在保险的角度 我们是不是来聊一下说 尤其是长辈或什么很夯的这些投资型保单 他的一样我们说商品 我们还是以中性的角度来看 对 他的优点跟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其实投资型保单在台湾也 也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 而且台湾投资型保单 大概还有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类权威 基本上他就是保险公司跟保护手一笔钱 然后这笔钱就全部委托给一家基金公司代操 这叫类权威 那基本上保护 缴钱之后其实就不用去理他了 因为就是我们就相信基金经理人 会很厉害的帮我们操这档基金 然后另外一种叫做是 比较是基金型的投资型保单 就是说他 这家保险公司他会提供 给你非常非常多档基金 可能是上百档 那其实如果保护自己很有兴趣的话 你其实可以透过 现在很多都可以透过 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投资平台 你可以去挑选不同的基金 这是基金型的 对 然后那阿年这一档 其实在这两种里面都有 这样子 那投资金保单 这几年热卖的 应该说去年 我们都撇开去年 去年以前 其实市场上 其实销售的还不错 就是因为市场好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透过投资金保单 你其实不只买到保障 这个保障可能包含寿险保障 或是年金保障 年金保障 其实就是说你的退休金 稳定的现金流 对 之外 其实你可能还有投资收益 人家就是 叫做什么 嗯 不是摸摸摸 一语两次 就是一语两次的概念 对对对 可是这个神话 到了去年 其实就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去年我们真的听到 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就是说 老人家买 投资金保单 可能都已经缴费 缴十年二十年了 他早就缴完了 嗯 然后他那 这时候想的就是说 万一有一天生雇的时候 他起码 他可以帮自己办一个好的后事之外 他可能可以把他这笔资产 留给他的下一代 嗯 可是去年的状况就是因为 他原本缴 例如 一千万 他缴一千万的保费 然后 有一千一百万的保额 就是他的身骨给付 可是去年市场动荡之下 他一千万可能萎缩到变五百万 嗯 那他 呃 要去补那个保额的缺口 变成多少 一千一减六百 六百 变六百 他这一段都要去缴那个 所谓死亡保费 其实就是他的保障的部分 嗯 后来他去年的状况就是老人家 都已经 闲晕也喝在山里面 也没有所得 可是就被保险业务员追缴保费 因为如果你今天不补这一段的话 你的保额 就会硬生生被砍下来 所以 嗯哼 但是 反过来哦 就是说今天投资市场好的时候 你的一千万可能会增加 那你其实要缴的就变少了 其实大家期待的就是这样子 可是市场 就实好实坏嘛 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去年又很差 所以 投资保单去年就 遇到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嗯哼 这样的一个前提 其实我觉得佩华刚刚解释的 很浅显易懂 不知道听众朋友 没有听懂这个概念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投资性保单里头 刚刚我们讲到假设我今天付了 我们就最简单的数字给大家 假设一千万我保一一千一百万的话 那我要去负担这个保费 我可能假设 刚刚你说很多老人家 他其实已经付完了 他照样说 他的理解是 我已经结束了这个 我应该已经结束了 因为很多都是卖蹲脚型的 对啊对 或是一笔一笔蹲脚进去 一笔他觉得说 我明明这个就已经买好啦 可是为什么突然你还会要我补保费呢 原因就在于说 比如说原本你的连结的这些金融商品 可能原本有这个一千万的价值 嗯 然后你的上面那个一百万 是你当时你要找这些保费 就是你未保丈夫的那部分 对未保丈夫的这个部分 可是因为去年是一个 股债双跌二十趴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的一千万就缩水啦 那缩水你如果你要保持住你的一千一百万 上面不是就一个六百万的差额 不好意思你以为你找完了 但是保险公司 这个时候就会打电话给你说 如果你要维持你的一千一百万 不好意思喔 这个差额的部分 请你要继续缴保费 这个就是大家 错愕的地方 但是换句话说 他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 倒过来 倒过来你的一千一百万 然后因为 你说去年以前 股费大涨 不是股债大涨的情况之下 还没有一百一千二了 或是一千三十一千五 这个时候其实你不用缴保费 应该是说 我不确定会不会超过那个保额啦 就是说但是你可以想像 你原本要缴一百万 为你的保障 多缴一百万部分的保费 可能变成二十万 嗯 那你其实也保你的 他是可以去被cover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是 如果大家 透过保单买这样的投资型的 保单除了有这样的问题之外 还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当然就像你说的 就是说 他就是因为他背后还是有保障 你还是要为你的保障去付费 所以他的成本相对高的 而且如果是类权威的话 因为他是 保险公司很像转手你知道吗 他就是过路财 他又是转给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也要收钱啊 对因为 基金公司也要帮你抄嘛 要管理嘛 所以 其实这些都是成本 都是保护的成本 所以 呃 其实我自己 一直比较相信一件事就是说 呃 你就是投资归投资 保障归保障 其实你回到 保险的本质 其实还是以保障为主 对 可是如果这样 我们这样聊的是 投资型保单 可是最近最后 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 也想来问一下配华 就是 其实最近我身边 还蛮多人也在讨论 嗯 分红 分红型的保险 那这又是什么呢 分红保单 为什么会最近 会成为一个话题 就是因为富邦人寿 他们最决定 呃 决定反攻进入这个市场 啊 他也不是新的 他不行 其实分红保单在台湾 有好几十年的历史 然后 可是过去 因为零八年金融海啸之后 就是 台湾投资人都 身负重伤 对不对 大家都很损失惨重 所以 投资人的 投资属性 一下子就从 可能非常积极 变成极度保守 然后那时候 保险市场的利便型 就是所谓的储蓄险 嗯 就开始风生水起 成为了主流 然后分红保单那时候 因为分红保单 相对于利便型的保单 他投资在股的部位比较多 那也在金融市 呃 金融海啸的时候 他的 受伤 所以很多买分红保单 那时候的保护 其实 保 没办法从保险公司 拿到当初他预期的 那样的保守率 所以 保护很失望嘛 但是这张保单不会结束 因为他是终身首限 对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后来大概零八年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 台湾 的市场只剩一家 在卖分红保单 就是保险人寿 嗯 不过因为保险人寿 在台湾的市占相对小 所以 其实分红保单老实说 在台湾 这么多年以来保险市场 其实都是比较是有点像是比较边缘 特殊的一个商品 那因为富邦人寿 放是很大的保险公司 他今年决定回来 他说他是13年后 决定再回来 这个市场 嗯 所以大家就开始 讨论这个商品 在未来 有没有可能变成主流 那回过头来 其实很多投资人 过去是没有买过分红保单的 嗯 因为他也从台湾市场消失十几二十年了 所以 分红保单 接下来我们 就要去了解 他到底 他的分红怎么分 他跟利便差别是什么 那跟投资型的差别是什么 嗯 再来选择 那我先预告一下 我们在这一期的天下打杂志当中 沛华就会有 这样的一个分红保单 相关的一个专题 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 先看一下 确定你了解了 好我们再来进入市场 再次谢谢沛华 谢谢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